七邊洞外界策略在前 哈哈 大家記得嗎 我會叫我小行看電影的時候 只要看到這種有關於法術 政法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興奮 但是今天就要來介紹 大家民俗界真的常用的 但是聽我說 沒有說服你 今天邀請到我們的 嗨 大家好 那阿南道長不簡單 聽說自多少 那時候就都在修憲 但是真的不然說我們種種的科技 像說我們請時要開講 要穿大 頂頂頂頂頂頂頂 這個美容也是一絕 所以今天你問你這就真的對了 真的喔 我每次看你那個鼻咖的手 真的有夠專業的你知道嗎 那就是從小看電影 耳濡目的 耳濡目的你這麼厲害 但是今天 我們知道我們彈吉他有三職法 T1 21 31 21 那民俗界常種的五種職法 今天就要跟他提供 是 第一的我知道 是 箭子 減棘 減棘怎麼比 是這樣嗎 來 我塗一下 你看你一小子又要塗 好 這樣 減棘是這樣嗎 減棘啦 我們要記得尾尖 尾尖 尾尖 要飽滿 所以你給我吐看看 就在吐沒 要飽滿這樣 就是這樣 這就是減棘 但是減棘通常都是什麼時候用 箭子一般法師除了沒有帶箭以外 這個箭子它的第一個意念要貫穿在這個宗旨 自然而來你的力道就會跟箭一樣很銳利 所以這個由來就是說 因為如果是我們刻意的時候 我看很多的修法 在扮刻意的時候就是用箭子 對對對 所以箭子用的是什麼 代表這個箭的 用我們的五指呢 產生一個箭訣 喔 所以這是箭子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我之前也塗一個不清楚的 真的喔 我知道那個難度非常高 那個要這樣搖 小指要這樣搖 這樣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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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搖 指尖 起來 對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 這是 這是 上底公記 你這個要搖下來 你這個 這 這 有時候要泡一個沖 你的手會比較軟 這就是上底公記 這顧名思義 這就是我們上底公的 第二項喔 你厲害耶 因為我看很多的我們的神尊神像 大家注意看 如果說你有去上底公廟拜拜 這就是家裡的也是強風上 上底公來的 他的手就是這樣 這就是上底公記 欸!這個上帝宮是算上帝宮專屬的嗎?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北帝嘛 威政這個北方 所以也有人說這是北帝子 對喔 北帝子 這第二種就是北帝子 噓噓 叫你不可以怎麼說 噓噓 再來第三種 等一下 我們要放掉的時候要記得吹氣 喔 要散氣 為什麼 沒有這個整身看得到啊 你有當時你黑白給我負責 這不行 所以要注意一下這個理節 理節 所以說我們不是說要逼一逼的 處理要做什麼 不是 因為你這樣會怕當鬼神 喔 這是非常謹慎的東西 是是是 那就是要先收工才能罵髒話 沒有啦 電腦架 沒有 這是開玩笑喔 所以說這些執法都要有一個收的東西 對 沒有錯 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處理一下 測一下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上隊的工技 白帝子 再來第三項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就不知道啊 這個要請教南哥啊 你這個常常用打頭 打頭 用打頭 打頭 打頭就有字 打頭有字喔 你注意看看好 他這個 吃肉之後 我們要把大拇指包在這個指訣裡面 包起來之後插進去 叫做五雷劑 五雷劑 你把我插進去 這是鋼燒拍這樣 這真是五雷劑 我們在北部正義盜門的科醫裡面 對 他說五雷 重天氣 三千 十下行 所以這個就是 這樣是五雷劑 這是三千 三千 三千是這樣嗎 這樣這樣對嗎 這這樣拿水碗有嗎 大拇指是這樣還是這樣 這樣也可以 但是這個有雙重作用 是要柔柔的這樣子嗎 這個是因為我們要拿水魚 這個是因為我們要拿水魚 喔 它不是開的喔 這樣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樣是憲哥的 這樣是憲哥 這樣憲哥都知道 Love and Peace 這是搖滾 這是三千 所以三千劑 還有人說三三啦 也有人說三千 他多好三債嘛 就像一個以前的酒的架子 我們要穿大有嗎 穿大的時候要拿水 因為我拿在電台 喔 那就是用這樣嗎 是 是 所以這有做 三三或者是三青子 三青子 剛才那個是五雷子 五雷 五雷重天氣 五雷重天氣 三千 十下行 三千 十下行 三千 十下行 對 這樣就專業了喔 再來 你竟然說像八頭熊子 這樣我問你 是 什麼 蓮花子 蓮花子 三八啦 當時來 那種的咧 那還有嗎 蓮花子呢在我們在蒙山政紀的儀式上面 它有所謂的放豪光 那 真的有 真的有啦 好 你再介紹 就是我們在說的蓮花子 是 蓮花子就是我們在畫這個香花燈國裡面的花 所以這個真的是蓮花子 所以它是在道教上面科語上會用到嗎 沒有錯 在我們蒙山的獻茶 喔 獻茶 獻花 獻竹 獻香 香燈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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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花 喔 所以真的蓮花子也是 蓮花子真的是有它的直覺 所以說喔 這手要避開執法的時候 不是說隨便比 對對對 稍噴一下 稍噴一下 所以他要我們跟他介紹的時候 我們要閉嘴的時候 嗯 這樣就來行 盡量不要開玩笑 因為這個直覺本身在天地鬼神之間 它本身就會起一些非常特殊的作用 喔 第一個不褻獨聖靈 是 我聽說 你兒子很厲害 我們女兒子 忌憐 忌憐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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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就是因為這樣 這麼知道原來這個直背後有這麼多的故事 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是介紹我們民俗上常見的五種執法 對 第一種就是 減記 對 我們考慮的時候 用的 再來第二種就是 我搞混的 這就是 最低功記 是 最低功記 對 第三種就是 五雷 五雷要 唱對嗎 要這樣 對 五雷 都要這樣 這就是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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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三三 最後就是我們 蓮花子 對 今天大家 民俗上常見的五種執法 這樣大家有了解喔 你剛才說到說 既然一些手勢上都是 不要褻瀆 要有一個收工的一個動作 怎麼會這樣 這樣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有聽人說 平衡時也是可以做一些 截手印 在一些緊急的時候 這跟這個指印 是不是有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什麼 截印是怎樣的 截印 其實一般我們 如果握固 就是非常好的截印 握固 握固 把這個大拇指 放在這個 直瞅銀毛的指紋裡面 這個上面 然後再把它握進來 這個叫做握固 握固 第一個呢 你會把你的意念 貫穿在這個手指上面 好 你遇到黑暗的地方 你就不會到處女子了 所以說 我們有辦法把這個心繩安定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人 我們平常 這個是最好用的 這個是最好用的 最好用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再試一試 在這個地方 對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無名指的這個 最下面的端節 然後把它握起來 握起來 那你會覺得你自己身上 整個都膨脹起來 自然而來 你就會有一個外來的功力 就把你的能量整個造成 把你的能量整個造成 這個很好用 我會把你搬走 我這個尤其在什麼時候 你才跟我搬走 我現在不搬走 我會搬出去 但這真的好 這個 像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出國旅遊 對 荒郊野外 出去玩的時候 有時候 南面的人 好暗 第一次來 其實我們就可以 這個截起來 握固 握固這樣 像小朋友一樣 你看那小孩 剛才生出來 你看他的手都會這樣 保護自己 他會保護自己 所以大家一樣 又有多學一個印的這樣 這樣 南哥 其實我有知道另外兩個的意義 是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我知道了 沒有 我跟你說 這個銀行 是 這是橫跨 歐洲 美國 日本 世界東洋 這有一個深刻的異行 是 你不管是看不懂 你把它閉下去 就都OK了 這就是OK 還有一個 這在 女性限定 必勝的地方 你把它睡在臉上 救命 哈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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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的 民俗大廟城 可以讓大家學到一個 指印的用法 包含剛剛最後這個 最實用 握固 以後要學到一些 民俗上又實用的小知識 記得鎖定 寶寶生辣頻道喔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恭喜 謝謝我們的阿南高達 謝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風 道